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國際事務專家賴岳謙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大時間文集 翟軒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立刻也來關注一下 我們剛剛TVBS做出來的 最新民調結果 這也是TVBS第一次做 細卡都的這樣的一個戰局 所以調查期間是從郭台銘 宣布參選的8月28號到9月1號 做出來最新的一個民調結果 我們旁邊下面附註的 升降的占比 是對比上一次 撒卡都的數字 所以賴清德是下降7個百分點 現在目前支持度是下降到 大概只剩下30% 柯文哲的話是下降3個百分點 目前是23%的支持度 侯友宜下降比較多 稍微已經降到了20%以下 19%的支持度 那郭台銘倒是 好像有超出大家的預料 就是目前支持度是14% 所以現在目前這四位參選人的支持度 TVBS做出來的一個最新的結果 那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當然這四位的參選 可能也會影響到接下來 目前台海這個和平的穩定 那我們看到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明年又要恢復到一年期的義務役 所以第一年要爭9100人 據說金馬獎 每13個人就會有一個中到金馬獎 大概有700名會被派到 像是東沙 東町 亮島 還有高登 東隱這些地方 離島來服役 那會跟志願役的人員來混編 那像賴清德喊出來全民國防 甚至連保全可能都要上戰場 要做一些相關的必要的訓練 其實不光是年輕人上戰場 保全要上戰場 然後之前我們也說 這個警察也在做一些相關的訓練 還有公廟 義勇軍 還有甚至女性後備軍人的教招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全民皆兵 不只是年輕人 如果現在看起來真的這麼兵凶站尾的話 大家有做好準備 有想好要投給誰嗎 那我們看連李彥秀都開始酸說 是不是下一步也要毛小孩 要變成軍權呢 如果台灣變成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台灣已經向戰爭的邊緣靠攏 那不就是民進黨跟賴清德所造成的嗎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滿滿的戰爭記事感 美軍在台的協訓 現在還編入到了陸軍的預算 因為原本國防部的陸軍司令 他們並沒有公開證實這項消息 可是我們在他們的年度預算案裡面 看到有編列美國在台聯合協訓 後勤小組 這些相關的 比方說這個蟹彈武器的裝備庫的 儲備管理相關的一些旅費 編列進去 那當然不用證實 就已經得到了答案 美國的確已經要在台來編訓了 甚至連軍醫局的預算都增加 所以很多人講說 這已經等於秀到了 戰時準備的一些跡象了 國防這個預算是不是也代表 我們現在危機更近 否則為什麼總是 每次問的時候不回答 可是我們看到預算報告裡面 又會出現這些條列呢 他們講說這都是以什麼 災難救援需求為導向 軍以戰為主 大選敏感時刻只能夠議會 但不可在預算當中來言傳嗎 再來我們看一下 美國跟大陸現在爭奪海上的霸權 大陸的遼寧艦大修 同時還升級改造 從訓練艦轉為戰鬥艦 現在這個動力系統的維護保養 以及改進 這個改造工程就是主要在做這一方面的 還升級了艦上的雷達 導航 還有這個電戰設備 整體性可以向山東艦來靠攏 從訓練艦提升為戰鬥艦 另外澳洲現在目前也增派一些警力 駐守在索隆門群島 他們說是要為了防止 北京方面的干預 所以其實不光是台海 南海這邊的動作也不少 還有這個大陸也傳出來 在東南亞跟非洲 要建一些海軍的基地 美方的一些專家 他就講說這個大陸的動作很多 還看到這些衛星照片 都可以證實的確有這些動作 是不是把一帶一路作為跳板 把港口這些基礎建設 握在手中 變成潛在的軍事基地 這是美方的一個指控 再來我們看看李尚甫 好像也反將奧斯汀義軍 因為現在目前大陸的海軍 七技光艦將要訪問印尼 巴紐還有斐濟 跟他們的海軍學員 要進行混編同訊 所以你看連這些地方 都已經有很多的 這個戰爭的煙銷尾 都在做一些相關的預備了嗎 美國的國防部提到他說 中方的這個 中國的軍方官員跟美軍的司令 的確有在斐濟這邊碰面 也是包含了可能是這個 七技光艦的相關的計畫當中 有碰上一面 另外我們看到 美國也將要跟這個 巴紐來簽國防的協議 他說是為著要監視一下 中方的一些活動 所以中方的一些動作 跟美方的一些動作 都在這邊非常的頻繁的出現 感覺上面互相都有所準備嗎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怎麼看 這個賴清德昨天跟保全的 聯合的組織會面 因為主要是 這個不是賴清德 可是後面有一個人 就要保全工會要交名單 所以引起了誤解 因為政府的立場是民房還有警察 要那邊 要做一些訓練 不太可能是保全 因為保全年紀有的都很大了 坦白講那個保全相關的組織 新潮流有幾位工職 是經營得非常深 所以我認為那個就是新潮流 他們比較熟悉的工會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跟民房 跟警察是不一樣的 這個完全是選舉活動 選舉活動 至於確實也有另外一些項目 也是真的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 美國在台灣協訓 納入我們的國防預算 這個還用說 本來就這樣 你以為我們去美國參加 國民兵的訓練是我們不用付錢 美國人這個都算得很清楚的 所以這個本來就我們該付錢的 我們去美國我們也要付錢 另外我倒覺得這次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他要購買手榴彈 要就是要讓那個 我們義務役的這個明年1月 要去當兵的這一群 要丟真的手榴彈 這個就意味著一定是有人在前線 所以這個賴清德可能要合理化一下 他以前的說辭 他不是說義務役都不會在前線嗎 不會在前線學丟手榴彈幹什麼 手榴彈顯然就是海岸 守備隊要丟的 你如果是守我們台灣內部的 重要的設施 像中油 台電 台積電 怎麼會用到手榴彈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還是要跟大家說清楚 就是我們這個新的義務役去當兵 民防的 警察的去當兵 請問他們會不會去前線 我認為一定有 一定有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要太騙 就是你一方面又要搞抗中保胎 那一方面所碰到了兩岸的軍事風險 你又把它淡化 然後假裝沒這回事 事實上就不是這樣 我覺得要玩就光明正大一點 就是既然要玩抗中保胎 那該負的軍事風險 你就要講清楚了 這樣老百姓才能做出選擇對不對 另外就是最後那個印尼 印尼他現在有一點複雜 因為那個印尼的國防部長 他現在在選舉 印尼明年2月就要投票 然後這個國防部長 不是左柯威支持的 左柯威是支持那個西爪娃的省長 目前這個國防部長民調 微服領先 所以他有時候會講一些話 跟左柯威不太一樣 比如說他這個講話 就是剛才覺得 他好像跟美國也不錯 後來他就講說 我在中俄 美之籤 我都要表現我能夠交往 我覺得有時候 恐怕他現在的身分就有一點複雜了 他一方面是現有的防長 一方面又有一個要選舉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他對美國就是講太過了 那奧斯汀是把他當真嗎 坦白講美國就是支持他 美國就是希望他當選 可是左柯威也不能夠說 不歡迎他跟美國見面 不能 所以現在有點政治味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李尚福當然他可以去澄清 那將奧斯汀一軍說 你這個把印尼講得好像要 開始加入挺美反中的陣營 我敢說左柯威絕對不是這樣想 可是國防部長是不是這樣想 他也可能不是這樣想 可是他要丟出一點說 我左右逢源 他可能不是左右逢源 他是左右中三方都逢源 因為還有俄羅斯 俄羅斯事實上是印尼 最大的武器的來源 所以我是覺得 因為明年很多地方要選舉 所以很麻煩就會有一些複雜的因素 跑進來 印尼就是其中之一 泰國也是 泰國原來那位親美的 最近不是被換掉 現在塔西恩剛被特赦 所以現在感覺泰國的政權 可能就會稍微騙中國一點這樣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就是大陸在海外 建設跟爭取軍事基地 這些都傳聞比較多 現在大陸大概有一個海外軍事 就在吉布地 吉布地是國家政策 他這個國家就開放給各國做軍港 除了美國在那邊 那麼日本也有 大陸也有 很多國家有海軍實力 都在那邊設立軍事基地 除此之外的話 最近傳的就是在柬埔寨 雲釀港 可是柬埔寨一起積極否認 這個說法就是說 正在非洲 東南亞建軍港 是因為大陸在各個地方 透過一帶一路計畫 幫他們建設了很多海港 包括巴基斯坦 瓜達納爾港 可是都沒有聽說要變成軍港 當然這個報導就是說 既然建了那麼多港 要改為軍事用途 就比較可能 方便 這也是有可能的 不過目前好像看起來 大陸在海外建軍港 現在只有一個 這個吉布地 不過就是說 大陸現在的海軍 是世界上艦艇數最多的 已經美國方面的資料 他的整個的軍事的艦艇 海軍的艦艇已經超越美國了 美國現在在領先的 只有航母戰鬥群跟攻擊器潛艇 這個核子潛艇 動力潛艇方面 美國還維持一個相當距離的優勢 其他在傳統的 這個海面作戰部隊上面 大陸以艦艇的 本身的作戰能力 跟他的這個艦齡來講 看起來是領先了美國 不過大陸為什麼在過去10年內 就是說好像下角之一樣 在這個建設海軍 尤其像055大區 這都是上萬噸的這種 有100多個垂直發射桶的這種 戰力極強的 最新型的這種戰鬥性艦艇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要突破這個中國大陸 美國對中國大陸 設了三個封鎖的島鏈 你現在看起來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中國的海軍的七級光艦 他要走南海這一道 他經過了印尼 巴布亞 紐吉尼亞 然後再往斐濟直插的 斐濟是南太的核心島 核心地位 直插到斐濟 這個其實就是走南太的這一條航道 突破美國的第三島鏈 美國第三島鏈事實上 應該是到了斐濟已經就脫 已經就突破了第三島鏈 當然七級光艦它是一個訓練艦 它並不是正式的作戰艦 我想大陸的做法就是一步一步來 可是從北面突破美國三個島鏈的 做這個海軍上面 我們上個月已經看到了 就是說中俄的海軍連演連續 2023聯合行動 已經到了白領海了 已經往北邊 從北太平洋的角度 事實上它的航行的深度 看起來已經突破第三島鏈 倒是從中間正面突破 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沒有這個跡象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需要這麼龐大的海軍的話 不可能就是在哪裡 就在第一島內裡面 在那邊開開船 自己的船都要撞到一起了 所以就是往外面走 我想這個是一個長久 我覺得是未來很長段時間 現在未來美中兩 中美兩國在海上 這個勢力相對此消彼長的一個過程 所以美國現在也很遊行 不斷的在強調 他們要加強海軍的這個建設 不過中國大陸的趕速度非常快 現在第三艘航母事實上福建號 事實上各種跡象顯示很快 要所謂的下水 進行海試 它是有所謂的這種電池 彈射設備的最新型的航空母艦 如果有三艘航空母艦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 大概起碼在第二島鏈以內 那麼跟對美國的海軍實力的話 就已經不相上下了 好 來 請教賴老師 大陸要跟哪一個國家 合建或是租用 哪些港口作為軍事基地 其實這是中國大陸跟那個國家 他們主權之間的事情 美國坦白說沒有權利去干涉 也不能夠去表達不同的意見 也不能去反對 因為如果美國要表達 反對意見的話 美國自己本身在海外的 這些軍事基地 包括在日本的 在韓國的 在德國的 在義大利的等 這些軍事基地基本上來講 大陸也可以表達反對 美國也要撤走 如果是我們講的是 對等的關係的話 但是為什麼現在大陸跟當地國 都會反對 就是避免麻煩 因為美國的手法就是 我確定了 我就制裁你 我就壓迫你 我就脅迫你 我就逼迫你 那這是美國的慣用的手法 所以這些國家通常 大陸也好 或者是當地國也好 他們通常採用的態度 就是都是否認 以避免你美國用各種 脅迫的手段 但是等到時機成熟了以後 那就正式的就開始運轉了 你美國等到所謂的時機成熟 就是已經建立起抗美 就是對抗美國制裁的那些 主辦手段的時候 美國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想這個是一個 彼此之間都在玩這種遊戲 美國也阻止不了 因為以大陸目前來講 它的GDP 一旦 我講的是民意GDP 超過美國 而且越來越多 大陸的整體的力量 都已經大幅度的 遙遙領先美國的時候 坦白說美國什麼辦法都沒有用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美國跟大陸唯一有交手過 真正交手經驗的就在韓戰 可是在朝鮮戰爭的時候 美國跟大陸交手 美國以非常優異的 非常優勢的武器裝備 可是跟大陸的解放軍 交手的時候打得一塌糊塗 打得一塌糊塗 所以他等於是這幾十年來 將近70年 他沒有任何交戰經驗 沒有任何交戰經驗 他來培訓我們台灣的軍人 坦白說台灣的軍人 一樣不會打仗 因為美國的軍隊 也不會跟中國大陸打仗 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跟大陸打 你看在這一次的 烏克蘭的戰爭中 由於美國的軍隊 沒有跟俄羅斯的軍隊 有真正的作戰 所以他沒有任何作戰經驗 你看他跟北約 訓練出來的烏克蘭的軍隊 去打俄羅斯的時候 根本不會打 打得一塌糊塗 現在烏克蘭的軍隊說 我們完全不要美國的那一套 因為那一套根本沒用 同樣的道理 他來訓練我們台灣的軍隊 我們台灣的軍隊怎麼打 因為美國根本不知道 解放軍怎麼打 他教我們教什麼東西 更何況 訓練不精良的軍隊 死亡率是很高的 在每一次的戰役中 死亡率很高的 台灣的老百姓要認識清楚 訓練不好的軍隊 死亡率非常的高 賴清德還在跟我們交代 你今天搞真木兵行了 真兵跟木兵混雜在一起 哪個地方是前線 哪個地方是後方 你的當初的承諾 你永遠不能兌現 第二個 那也就是 為什麼同工而不同酬 同樣在一個單位裡面 一個連裡面 有一個人 一個小兵 拿3萬多 4萬塊 一個小兵拿1萬多 這什麼道理 然後做同樣的事 這是在國際上 沒有人這樣玩的 只有台灣這樣玩 真的是不應該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黃哲馬回來